而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幻力线从2号开始恢复公立幼儿园正常上下课 而既然乡立幼儿园就特别精心规划出了六道闯关活动 让新旧生在欢乐中熟悉环境 也为新学期敲响智慧罗 期盼小朋友都能步步高升平安茁壮 小朋友穿着便服好陌生 在一连串的唱唱跳跳中逐步认识新环境 这次吉安乡立幼儿园在2号开学日所办理的迎新闯关活动 155位学童每个人都戴起防护面罩 在热闹的氛围中依序爬上流滑梯敲响智慧罗 并大胆地走过勇敢桥爬路穿笼 突破匆匆关卡考验为新学期揭开序幕 我要穿越快乐门 过完我们吉安乡托吉安乡右 在8月14号以后才会开学 但是因为疫情小朋友都已经 这个月月意识想要上学了 所以我们今年缩短了两个礼拜的 这样的一个准备期 提早在8月2号开学 我们吉安乡托吉安乡公所准备好了 为孩子每一天创造不一样的学习的风食的精彩 希望带来孩子满满的这样的一个收获 但是坚守防疫不退却 所以孩子还是戴口罩戴面罩勤洗手 今天也特别送给孩子一瓶满满的我们的消毒的 这个酒精 那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 护手跟保护的教育 让孩子上学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幼儿园表示为了防疫需求 将会保持一笔十五的师生笔 由一名老师照顾十五名学童 并以梅花座安排固定座位 在用餐时更会为孩子加装防疫隔板 而目前仍然维持家长补入园的原则 亲友不是症状的学童就待在家中休息 才能确保群体健康 记者许丽琴吉安相报导